乾杯乾杯 Cheers 要喝完喔 歡迎大家收看喬林日誌 一二三 大家好歡迎收看喬林日誌 今天喬林日誌來到新加坡歐南園附近 今天要跟朋友約吃飯 這邊這家店叫做老四川 老四川台灣也有 他是一個川菜料理 那裡面除了川菜之外 還有一些火鍋可以吃 那我們就這樣進去吧 Let's go 我們現在進來老四川 他的餐具長這個樣子 然後上面還有logo在上面 然後他的筷子呢 這邊有一隻小的熊貓 好可愛唷 然後新加坡呢 他會給這個獅子巾 可是這獅子巾是要收錢的 所以我們最後會 這個退回去給櫃台 對 香菜 這魚露嗎 芝麻 然後這個是 蒜 然後蔥 這兩個都是魚露 然後這辣椒 這是魚露嗎 還是那什麼 麻油 應該是油 香油或麻油 王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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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水雞豆 很大的烤水雞 這個是什麼 草勢雞豆 草勢雞豆 這是青島勞三啤酒 登登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他一瓶是600CC 青島啤酒 登登 他的杯子好可愛唷 是六角形的耶 首先跟大家介紹這個 這個是口水雞 嗯 我們有點一個這個 口水雞我們有點嗎 嗯 我們點辣子雞 對 我們點辣子雞 對 我們點辣子雞 口水雞好好吃喔 他的雞肉是超嫩超香的那種 然後他有一點 醬油香 然後旁邊有一點辣辣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炒四季豆 口水雞他還會附這個 黃瓜在裡面 這是小饅頭 這是小饅頭 小饅頭是什麼的小饅頭 甜點嗎 對 所以中間這個是煉乳 對 小饅頭中間煉乳 回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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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回鍋肉 那這個呢 這個是 鍋餅 四川鍋餅 這個是辣子雞丁 辣子雞丁 這個是金銀饅頭 金銀饅頭 嘿嘿 水煮魚來了 金銀饅頭吃這個 這個是水煮魚 水煮魚長那樣子 他很辣喔 然後他上面還有魚皮在上面 感覺滿滿的膠原蛋白在裡面 好吃 這我會給九分 裡面還有這個豆芽跟豆皮 鴛鴦鍋來了 介紹一下吧 這是什麼鍋 鴛鴦鍋 要幫我們開火嗎 準備 乾杯乾杯 desire 要喝完了 好 那個是什麼菜 這個叫祖達 辣子雞 我們等一下以後有一個 我們的辣子雞來了 感覺超辣的 我們的豬肉片來了 好精彩 這個很特別喔 這個叫茶樹菇 這晚一點下了 這要吃的時候再涮一下就好了 我們的火鍋料都放下去了 登登 好我們吃完新加坡的老四川了 那我們現在回到家 然後整體感覺呢 我會給到九分 感覺是還不錯 然後我自己本身在 台灣的長安店也有吃過 然後我記得他們的老闆好像是來自 哈爾濱過來的 然後它現在其實也蠻國際化的 像在台灣 新加坡都有開店 然後它其實 它是屬於巴蜀的一個料理系 然後它有符合 三香三椒三料七枝八味九雜 然後是屬於巴蜀的飲食文化 然後這是一種 算是精神嗎 那今天的影片主要就是分享給大家 我在新加坡吃老四川的一個經驗 那如果喜歡的話大家可以去新加坡 或是台北的老四川去吃吃看體驗看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按訂閱按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的小鈴鐺們 記得按讚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影片下載��點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